深夜路上三名男子正在过马路 在他们右边一辆白色轿车 原本打着方向灯要左转 结果突然大回转朝着三名男子开过去 他们吓得往后退都还来不及反应 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拿着球棒下车 朝他们就是一阵狂打 这时后方的黑色轿车也停下来加入战局 三名男子就这样被一群人围殴 打了人还不够 接着他们开到一家建设公司前 一样拿着球棒狂砸还丢鞭炮 心境非常嚣张 公司的玻璃门被砸出一个大洞 整片碎成蜘蛛网状地板上都是碎片 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2月20号凌晨5点多 在文山区景华街上的这间建设公司 跟以王姓嫌犯为首的帮派 有60万元的债务纠纷 王姓嫌犯就绕了9名小弟准备要去砸店 而经过新店北新名权入口时 不满流星男子跟灵星男子看了他们一眼 就下车动手打人 造成两人头部都有撕裂伤 一个晚上就犯下两起案件 被逮的这10人都是竹联邦育人会成员 也就是日前闯入警局聚餐坡蟑螂同一个集团 平日就以恐吓取材跟暴力讨债 谋取不法所得 然而早就被警方盯上组成专案小组跟监搜证准备逮人 这下可再也嚣张不起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